各位媒體朋友 院長莉菱會場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感謝大家來到今年的年終記者會 行政團隊在過去這一年 在賴院長的帶領之下 為人民做了非常多的 這個執行了非常多的政策 那麼在今天院長帶領著副院長 還有秘書長 一起來跟人民報告 來跟媒體們見面 首先我們就先請秘書長來進行簡報 副院長 副院長 各位媒體先進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去年也是這樣的時候 院長在這裡 向國人揭示了 今年整個施政的三大主軸 暗居樂業 生生不息 以及均衡臺灣 經過了一整年 行政院跟國人共同的努力 我們到底呈現出什麼樣的一個 具體的方向 讓今年我們在這三大主軸當中 執行出什麼樣的成果 手上各位有一本簡報 但是我就簡略的挑中間 比較清楚重要的 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在安居樂業的這個主軸當中 我們分為兩個面向 第一個是幸福家園 以及發展經濟 在幸福家園的工作裡 國人最關心的打擊犯罪 跟防治土餅 我們有明顯的績效成長 我們也強化了社會安全網 推動長照2.0 跟強化空氣污染的防治 那麼在發展經濟的工作上 院長26場次 親自主持加速投資 臺灣的專案會議 我們對於排除企業投資的 五缺障礙 做了非常實質的努力 而且也陸續看到了成果 今年的年初 公交人員調薪3% 也是對整個經濟成長相當的注意 那麼重要的前瞻基礎建設 在各個縣市紛紛的展開 那麼也是各個地方政府 目前非常需要的一個 改善國家未來體質的 重要的基礎建設 那成效也陸續的出現 今年的五月 當國人在報稅的時候 將會很清楚明顯的看到 政府在推動 賦稅改革上面的努力 以及大家可以分享 整個具體的經濟成長的果實 那麼因應國際的情勢 以及美中貿易的糾紛 我們不僅在協助台商回流的狀案裡面 有了具體的方向 我們擬定的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 最後在產業創新的領域 我們通過產創條例 讓創新的產業有了可以更為依據的法律依據 跟相關的法律的依注 那麼在深深不息的這個主軸裡面 營造友善幼兒的環境 推出了準公共化托育政策 讓年輕朋友家裡有小孩 實質上的負擔能夠減輕 我們也推動外國人 專業人才延攬及雇用 以及新經濟移民法 讓國家能夠有更充裕的人才 甚至人力來依注到國家整個的生產行列當中 那麼最近我們也推動確定 2030年台灣是一個雙語國家 提升國家的英語力以及國家的競爭力 軍人台灣的主軸 在健全國土的規劃當中 我們核定了國土計畫 對於國土保護 農地維護 以及原民的傳統領域的維護 我們有了明確的依據 推動地方創生 2019年將是台灣地方創生的元年 在文化的領域 我們通過了文化基本法 國家語言發展法 讓文化跟語言的保障 有更公平的法律依據 而最重要的一項 是縣市政府職務列等 以及相對應的警察官職務等階調整案 讓直轄市與非直轄市當中 公務人員的流用能夠居於正常 也保障了非直轄市當中 留住優秀公務人員的法律依據 跟實際上的薪資的平衡水準 我們也通過行政區劃法 而最後一項是中興新村活化案 專案辦公室的成立 長期以來對中興新村的計畫非常多 但今天我們落實成立辦公室 希望能夠具體有效展開推動的時程 以上是三項主軸當中重要的一些發展 跟目前的具體方向 那麼如果我們用時間序來看 我指出了十項的重大立法 在行政院通過之後送請立法院 有的即將實施 有的還在立法院當中 我們用時間序來向各位做報告 在106年10月12號 院會通過了所得税法的修正草案 目的讓整體的税制能夠優化 透過合理調整投資所得者的 賦税的結構 並配合調高主要的扣除額 減税的利益由全民來共享 第二是在106年的11月9號 我們通過了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的修正草案 目的在維持勞工的權益 也讓企業有更大的競爭力跟彈性 在107年的1月11號 我們也修正通過了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目的是增加再生能源設置的量 以及放寬再生能源的範疇 增加以及保護多元綠電的使用方式 在107年4月12日 我們也通過了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的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 這次的修法是為了推動 示範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增進農民職業安全以及經濟補償 使得遭受職災的農民和家屬 能獲得完整的保障 並有利於未來逐步完備的 農民社會保險制度奠定基礎 第五項是到了107年的5月17號 我們通過了行政區劃法送立法院審議 那這個是要建立公開合理的行政區劃的程序 賦予各級政府辦理行政區劃工作法源的依據 也解決了地方治理的困境 改善城鄉落差以及資源分配的失衡 再來是107年的9月13號 我們通過了洗錢防治法的部分條文修正 查案目的是強化產業內積內控 健全當前洗錢防治機制 也符合了亞太防治洗錢組織APG的評鑑 證明我國可以遵守國際防治洗錢的規範 第七項我們在107年的11月15號 通過將非航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 修正為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 這個目的是在記取普悠瑪事件的教訓 參照美日等先進國家的運作模式 成立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以獨立公正專業的調查 陸海空等重大運輸事故 避免類似事故再度發生 到了107年11月29日 我們通過了新經濟移民法 在不影響國人就業的機會的 以及薪資水準的前提下 我們延覽及補充外國優質人才與能力 強化產業的升級 也維持合理人口結構 提升國家競爭力 在107年12月13日 我們就防治假訊息的危害當中 新增修正跟增定三個方式 災害防救法 糧食管理法 農產品市場交易法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以及核止事故緊急應變法 分別新增的散播謠言或不實訊息的 違法類型案件的一些處置規定 那麼在傳染病防治法當中 我們修正了現行有關於散播謠言 及不實訊息罪的相關的法則 那麼在廣電業自律的規範當中 我們在廣播電視法 增定了這些自律的機制 以及事實查證的規範 當然這個要配合 我們已經送到立法院的 數位傳播通訊法 一併的建造一個 可以保障人民知道事情真相權利的 整套的完備法律基礎 最後一項 是在107年12月20號 我們通過了產業創新條例 第十條之一的修正案 這個目的在推動智慧機械的產業政策的推動 鼓勵產業朝智慧製造 以及第五代行動通訊5G的應用發展 以上十項 所列舉出來 在今年當中 我們比較重大 關於民生或是國家重要經濟發展的 十個重要的立法 最後我想用一段話 就是以上的實力 是包含了十個不同的部會 代表院長在帶領下的行政團隊的施政方針 我們是均衡的 對於勞工權益 原民的權益 全民減稅的優惠 跟大眾運輸的安全 我們都努力去做到 從許多通過的法案內容當中可以明確的看到 院長在乎的是台灣未來產業的發展 會未來奠基 讓我們台灣真正可以深深不息的發展下去 執政的列車是不會停留的 它一站又一站的走 有人上車 有人下車 窗外的天氣時好時壞 但車上的人們就是只有一個清楚的方向 就是去到更好的未來 過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們這裡每個人的努力 付出跟心血都不會白流 謝謝大家 感謝秘書長 繼續我們請副院長來簡報 院長 秘書長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在院長的帶領之下 各部會通力合作 今年交出的財經成績單 我分四點向大家簡單報告 第一是總體經濟 今年的經濟成長率預計是2.66% 這個數字它所代表的意義是 臺灣臺灣今年所生產出來的附加價值 比去年多了5000億台幣 這是全民努力的結果 明年主機總處預計 我們的經濟成長率2.41% 而國發會則希望能夠衝高到2.6% 為什麼明年的預期會比今年低 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們的外在 我們的對岸 正跟美國有一個美中貿易戰 它非常影響全球的經濟的穩定 以及經濟的成長 但是我們有信心 將會以提升內需的方法 來增加臺灣的經濟成長率 國發會在昨天 舉行了年終記者會 它已經規劃將要在農曆年之前 提出新政策 要刺激內需 來刺激景氣 第二項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我國的一般物價水準 今年十分穩定 從1月到11月 消費者物價指數 只有比2017年 上漲了1.48個百分比 這在現代國家裡面 通貨膨脹率只有1.48% 是非常低的 而且上一個月甚至降低到不到0.5% 而且當前世界的國際油價 不管是布蘭特原油 或者是西德州中級原油 它的價格都已經跌了四成 所以我們預計 明年的物價會繼續穩定 由於我國的經濟成長率 顯著 我國的物價非常平穩 所以世界經濟論壇在今年 將台灣選為 整體經濟穩定度第一名的國家 雖然並列的國家有二三十個 但是我們是列在第一段 就是第一名的這個行列裡面 第三點 我要跟各位報告的是台灣的資本市場 昨天台股漲了168點 原因是因為前天晚上 美股漲了1000多點 昨天晚上美股先跌600點 然後收盤漲了260點 我要說的數字就是代表 國際之間的資本市場 波動是非常大的 台股也在10月11日 跌破萬點 但是台股在跌破這萬點之前 已經連續16個月 站在萬點之上 這已經創下了台灣有史以來 最長的一個萬點的記錄 所以整體而言 如果我們可以用今年 做一個平均的話 可以跟各位報告的是 今年台股的基本面是很好的 成交值今年比去年增加了25% 那麼我們相信 我們的經濟基本面 能夠支撐台股的動能 我們希望台股能夠 繼續成為一個 國內產業募資跟集資的一個場域 第四點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薪資 今年軍工叫加薪 基本工資也調升 開春之後 放完這個價值之後 基本工資不管是月薪 或者是時薪 都會有顯著性的提高 那麼我們也剛剛公佈了 2017年的中位數 不是平均數 中位數薪資 是全年47萬元 那這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已經是歷年的新高 那最終呢 還有一個很好的消息 可以告訴各位的 加薪的動力在明年是會 非常的強大 因為今年 國內銀行 從1月到11月 它的稅前盡利 從3400億增加到3600億 單單是銀行業就增加了200億元的盡利 那更可觀的是我們的上市貴公司 在前三季 整個的稅前盡利是由去年同期的1.9兆台幣 增加為2.2兆台幣 增加的幅度是3400億 所以我們可以預計明年上市貴公司 以及銀行業 他們要對員工加薪 都是有許多的籌碼的 所以我們預計希望明年的薪資 能夠繼續成長 也希望薪資的成長 能給國人帶來 有感 不管在薪資方面 或者在經濟的活絡上面 那麼政府會賣力推動國家發展的巨輪 面對明年 明年有挑戰 但是我們有奮鬥的決心 絕對不會悲觀 歲末年終祝大家平安 好 感謝副院長 繼續我們請院長進行總結 好 各位媒體的朋友大家早 時間過得很快 今年又走到歲末年終 我代表行政院 感謝所有的媒體朋友 對行政院推動各項政策的報導 同時也感謝你們的批評指教 這一年多來 行政院所推動的各項政策 以及施政的成果 剛剛卓秘書長已經分10個方向 跟大家檢要報告 行政院也會提供書面 給大家 今年經濟的 大家共同努力的成績 以及未來應該要著重的重點 師傅院長也已經跟他說明 我們也敬請 全國的朋友 大家共同努力 即便是在面臨中美貿易衝突 今年的口蹄疫 總共鋪殺了四百多萬頭的豬 重創了台灣的養豬產業 也影響了台灣的經濟 金額估計 大概有一千七百億元之多 非洲豬瘦 沒有疫苗 也沒有藥 感染之後的致死率是百分之百 預估如果台灣 受到非洲豬瘦的影響 層面會比口蹄疫還要更廣 因此行政院提前部署 在12月18號就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在26號也到屏東去進行演習 因此在昨天的行政院會 我也請六都的市長 以及全國的各縣市長 一定要跟中央攜手合作 共同面對非洲豬瘟的來襲 當然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國人一定要全力支持 關於政府所要求的 國人一定要配合 其中有一樣非常非常重要的 千千萬萬不要透過電子商務的系統 去購買會攜帶非洲豬瘟病毒的產品 如果到疫區的話 當然更不能夠購買或攜帶 這些物品進到台灣來 如果國人願意配合的話 中央跟地方共同努力 我們有決心可以抵禦 非洲豬瘟的來襲 第二個事情是拼經濟 拼經濟仍然是行政院施政的主軸 特別是我們應該要做到償富漁民 除了客觀的經濟成長的數字以外 我們也應該要著重人員效率的提升 男女同工同酬 以及縮短所得差距 這一部分這一年來行政院有著墨 但是也有需要繼續努力的地方 我們在今年在著墨的部分 包括幫公務人員調薪3% 希望讓私人的企業也能夠根據 那根據主機總數的調查 大概有四成左右的私人企業 有跟進加薪 那如果根據人力銀行的調查的話 大概加薪的比例有3.7% 那另外呢 基本工資今年也有調升 打破了22K的魔咒 那當然減稅的部分 剛剛卓秘書長已經跟大家說明 我們藉由提高薪資扣除額 標準扣除額 學齡前兒童撫養扣除額 以及身心障礙扣除額等等 讓我們基層的民眾 一整年個人收入40萬8千 還可以不用繳稅 那這個意思就是任何一個人 他月薪3萬塊以下 一年領13.5個月可以不用繳稅 如果是年輕的夫婦沒有小孩 家庭總收入81萬 還可以不用繳稅 四口之家 雙心家庭 兩個孩子是學齡前的兒童 那他家庭總收入123萬 還可以不用繳稅 那這一部分呢 大概受益的家庭有542萬戶之多 那這些努力啊 都是要朝向經濟發展 果實能夠為全民所共享 這個是我們推動經濟發展 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價值 做得不夠 但是 明年應該要持續加強 那麼第二個就是 在具體的做法方面 應該要持續 改善台灣的投資環境 也就是解決水電土地 人力人才 五缺的問題 那並且呢 也持續檢討 法令的鬆綁 以及 提高行政效率 讓台灣的投資呢 能夠持續遠遠不斷 那第二點呢 當然在中美貿易衝突的時候 很多台商 也希望能夠回到台灣來投資 那這部分呢 行政院的因應對策啊 已經在行政院通過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專案 那這部分在 未來的一年 應該要持續 加強去落實執行 那第三個是 新經濟移民方案 這部分呢 是 是著眼於台灣 人力的不足 除了人口 人生育率下降以外啊 我們勞動力呢 也必須要去增強 特別是中階的 中階的這個 技術的這個勞工 我們是經由法令 有效率的 在不影響國人的就業 不影響國人的薪資的狀況之下 能夠開放 讓台灣的整體的 勞動力能夠提升 讓我們的經濟也能夠持續發展 那麼再來一個重要的這個法令啊 就是我們 有投資敵檢 投資敵檢 那這部分行政院呢 也已經 通過 送到立法院去審議 那最後一樣 就是 歡迎資金回台 海外資金能夠回台 那這部分呢 法令已經 行政院研究的草案已經 已經具備 但是因為這個涉及 APG 亞太洗錢防治組織的要求 那這部分呢 我們必須 還要再跟 這一個組織溝通 能夠 符合他們的要求的狀況之下 那我們會 送出這個行政院 一到立法院去審議 那這些是 拼經濟的部分 那第三點呢 我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明年 是 地方創生元年 明年也是 雙羽國家元年 明年呢 也是 讓政府朝向 服務型的智慧 政府 非常重要的一年 那 這些都是在 未來一年 要持續去加強落實的地方 那我們希望能夠經由 地方 創生的推動 讓人口集中在城市 然後鄉村空洞的問題 可以逐步解決 那另外呢 雙羽國家的推動 也能夠讓台灣 從 從全民 然後從需求面 然後提升台灣的競爭力 而不是只著眼於考試 這個是逐步推動 我們預計 12年 12年的時間 能夠達成 希望12年的時間能夠達成 那另外 在服務型的智慧政府 最重要有兩個工作 第一個工作就是EID 就是數位身份證件 那第二個呢 就是建立一個政府的 數位通訓骨幹 幹道 數位通訓幹道 去串接 各部會 以及地方政府的資訊 未來呢 也可以逐步的 也把私人 有代表性的資訊也可以納進來 但是那就是逐步 那這樣的話呢 台灣就有機會 朝向 像 這個愛沙尼亞 一個數位 智慧國家的方向來邁進 那這部分呢 也是要逐年去推動 但是在2020年的時候 這個EID就要發放 那最後我要感謝秘書長 秘書長 他另有重責大任要挑起 所以他今天已經递出辭辰 我感謝秘書長這一年多來的幫忙 秘書長富有理想 而且具備能力 更善於溝通協調 多虧他這一年多來的幫忙 協助行政院跟立法院的溝通 推動行政院的各項政策 那也協助行政院跟各個團體 各個機構來做溝通協調 完成了許許多多的事情 我在這裡代表行政院 感謝卓秘書長的幫忙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感謝院長 現在開放媒體提問 好 工商 院長你好 我是工商時報記者旅學會 想請教院長就說 呃 院長你12月初的時候 曾經跟國人報告說 你時間到了一定會離開 那不知道目前這個想法 你有沒有改變過 因為這段時間 呃 蔡英文總統一直透過立委 還有各方的這個力量 都在全力的挽留你 還有工商企業界 也認為你是一個務實的一個行政院長 也希望說你能夠留下來 一起經濟打拼 嗯 那呃 呃 能不能請院長 呃 呃 跟我們說明一下 您現在的這個決定如何 那立法院是在1月11號 希望臨時會能夠修會 那這個時間點是不是 是不是是不是 內閣總辭的一個時間點 謝謝 是 呃 呃 感謝 呃 蔡總統的支持 也感謝工商團體 還有 立法院的 肯定 呃 一如剛剛 總統太秘書長所言 一輛列車 有上車就有下車啦 但是 列車的方向不變 一定是要通往更好的地方 一定是要讓人民 過更好的生活 好 看看大家有沒有幾個 好 來 伊倫 來 伊倫 來 伊倫 院長 但我們想問這個下車的時刻 表示什麼時候 哈哈 因為大家都 都很 都很關心啦 因為 據說就是總預算後啦 那要不要今天就直接 開誠不公的講 因為蘇院長似乎也是要等你講完之後 他也才能 全部 總是嘛 因為 就是不好意思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 就是下一步 大家很好奇 有沒有可能2020 因為像獨派昨天也希望 蔡總統不要再 選連任了 大家很寄望在你身上 當然我們 大家也都是啦 所以 也希望院長就 直接跟我們了當的講一下 是 感謝伊倫 就是說 組閣是屬於總統的權責啦 那 第二個就是 我適當的時間 我適當的時間 會跟大家說明 那第三個是 我也希望 在民進黨雖然九合一 不需要 必須敗選 但是我們 仍然 要團結 支持 蔡英文總統的領導 特別是在這個 當下 困難的時候 如果 這個時候大家 意見沒有辦法 一致的話 那恐怕會 一年 還有一年多的時間 執政會更辛苦 因此呢 我也希望 不管 不管是 哪一個團體 在這個當下 其實 面對最困難的時候 其實都應該 要 要能夠 共同面對 好 還有沒有問題 好 經濟 院長其實你剛剛 已經講了很多感言 也說了很多 您過去一年所做的事情 那你也提到說 會在適當的時間 跟大家報告您的去留 那我想請問一下 您可不可以 幫我們大家回顧一下 您當院長這一年的心情 以及您是否還有哪些未盡之志 譬如說像工商業的大佬 非常關切的 像是環評法的改革 還有公投案通過了一些 像是反蘭美電廠 然後還有那個 非核家園的這個法案 已經那個失效的這些 跟現在政策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您對您的 既認者有什麼樣的建議 或是想法 謝謝 好 謝謝 工商團體 他們對台灣的經濟發展 有非常大的貢獻 因為真正下場打球的是 勞資雙方 政府是建立一個好的環境 讓勞資雙方可以合作 然後去推動台灣經濟的發展 所以因此我上任之後 我就本足做實事的精神 誠實面對台灣經濟發展的各項問題 也參考社會各界的意見 勿使擬出對策 這一年來也踏實的在解決 感謝工商團體 社會各界 甚至於勞工朋友 寶貴的建言 那至於目前大家關心的環評的心智 這個要感謝李英元署長 前署長 那麼他任內其實已經規劃相當的方向 那麼草案也已經完備 也對外公佈 後續的修訂 政務委員的召集 然後再調整 應該是不困難 方向具備草案也有 方向一定草案具備 然後再做一個調整 很快就可以端出來 那至於公投的這個 後續的處理問題 第一個跟大家報告的是 能源轉型 關於電業法的 這個條文的廢紙 這部分行政院已經通過 送到立法院進行 那換句話說呢 這個公投的這個 限制非核家園的期限 已經不存在了 已經拿掉了 這部分行政院配合公投的結果 已經完成 那第二個呢 昨天 行政院會 盧秀燕市長 也有特別對空屋的問題發言 我們經濟部部長也有特別提出說明 就是每一年減排 每一年的燃煤 佔比減少1% 這部分經濟部也會配合 那當然因為公投的期限是有限制的 並不是無限 無限延長 那我們會根據公投的效率期間 每一年減少1% 那這部分也沒有問題 那至於這個 同性婚姻的議題 公投的結果也已經通過了 那行政院呢 仍然在跟立法院這邊 進行在討論 但這次一個非常重大 而且是複雜的議題 委員意見很寶貴 行政院必須要在跟委員 取得有某種程度的共識之後 那麼才有辦法提出對案來 我想這些都在進行 有些已經完成 有些是在掌握當中 好 看大家有沒有其他意見 好 自由 謝謝 院長 因為 我覺得人畢竟是情感的動物 就說之前你有提過說 你適當時機會離開 但是這陣子也出現了空前的未流聲浪 不只是工商界有名黨大佬 甚至一般的社團 都有很明顯的這個 希望你留任 特別是說 院長曾經提出所謂的五大敗選理由 可是陳其邁看過之後 他發現最懂問題的是你 而且認為你反而應該留任 那甚至民黨內也有人認為你提的敗選理由 其實那個 應該不應 這個不是真正的理由 而是說那個不應該歸咎於你 是因為有包括一律一休年改 那是屬於總統權責 所以大家有對這個總統的施政的風格有所檢討 但不是指向你 所以有不少人認為 你所謂的敗選理由 五大敗選理由 其實提的並不是你自己 所以你不需要為這個 這個敗選結果負責 而且這個 我想要確認是 目前最新的消息有指出說 蔡總統到目前為止還是 未留你 院長我想請問你 目前這麼多未留聲浪 你難道沒有一絲的懸念嗎 你有沒有陷入場考 這個 目前 目前問了四個問題 讓我感覺你們都在未留 今天是年終記者會 感謝你們的友誼 感謝你們的友誼 剛剛先方說人是感情的動物 從你們的問題可以充分流露出來 我也感受到 不過 因為今天是年終記者會 是要跟大家報告 行政院全體同仁還有社會各界 共同努力的成果 那我的問題我會另外在這時間跟大家報告 好 最後一個問題 來 東森 東森 院長請教一下 針對那個越南 越南人是 集體逃脫的這件事情 坐在你旁邊會抖啦 坐在幾個美女旁邊會抖啦 院長請教一下 政委張錦深認為違規的比例人數是低 然後他還說所謂吃燒餅沒有不掉芝麻的這件事情 那針對這個我們這樣講合適嗎 針對這個有沒有什麼相關的因應措施 另外一個韓國瑜在昨天的時候院會有提到九五至尊 他那時候不知道有沒有說是誰 是你還是柯文哲或是 你覺得自己被暗示嗎 那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你說今天是行政院的年終記者會嘛 那我們也關心說接下來一年的話 看起來你好像一直想把它交出去 那我們用終記投手來形容你的話 看起來好像是過去的一年 比較像是其他的野手失誤露接 那對於下一任的終記投手 是不是在換句的時候有稍微跟他談過這件事情 然後第四個問題 最近是不是有想要清理戰場 包含管中閩案以及所謂立委選區劃分 不少人都認為說是不是想要在你這棒先來結束之後 讓下一個上來投的投手是乾淨的一舉 雷上沒有其他的跑者這樣子 這應該不是只有你的問題而已 這個專案的名字叫做 官宏專案 這個官宏專案 執行至今已經四年多了 四年多來越南的民眾 失聯了有五百多位 當然這是絕對值還要去看 總共進來的多少人 才有辦法知道那個比例跟嚴重性 但是這一團總共四個團 最近的這四個團 共153個失聯152個 這問題真的非常嚴重 行政院會的時候 徐國勇部長有口頭報告這個事情 我做了兩點才是 就是迅速找回失聯的越南的民眾 第二個 內政部應該要深入檢討這個專案 因為執行已經四年多了 應該要好好進行檢討 避免類似的情況產生 對這樣的講法當然不恰當 因為我們必須要誠實面對這個問題 解決問題就是民眾希望看到的 第二個問題是 那個韓市長已經對外說明了 他只是一個玩笑而已 玩笑的話就是大家笑一笑這樣子 這不必把它當真 好 好 那就 我看你也忘了 這個中聚投手 我接任的時候我就這樣認知啊 下任 這屬於下任的投手 是屬於總教練的權責 從來都不是 投手之間在交代 都是總教練跟新任的投手交代 你如果對棒球了解的話 應該是這樣 好 感謝大家 好 感謝大家 祝大家新年快樂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感謝大家 祝大家新年快樂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沒有沒有 請大家吃飯 可不可以約吃飯大家 可以 那還沒照相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那我們就在我們同事的引導下 我們就回到記者室 好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參加我們的記者會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